说种子 阿赖耶寒藏的种子 每一个人 舍法界全都有 换一句话是 你阿赖耶里头有佛的种子 有菩萨的种子 也有地狱魔鬼出生的种子 统统有啊 无量世来 生生世世 我们造的一些种子 阿赖耶像仓库 像资料室一样 统统去除 哪一个先报 力量强的 遇到远了 他先报 强热都在念头 弹的念头强 你首先到末回道去 鱼翅很强 他就到处身道 诚恨很强 他就到地狱道 哪一个力量强 他先手报啊 这与我们起心动念 有密切关系 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了 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的菩提种子加强 你说我们能跟极乐世界没有缘吗 跟极乐世界没有缘 这一生遇到净土 不会相信啊 遇到净土 相信 肯学习经教 又肯念佛 说明 你过去身中 决定不止一世 好多事 都是念佛人 为什么没往生呢 临终时被业力 又牵回来了 这一段事情不难懂啊 我们仔细去想一想 如果我们在灵命中时 我们到哪一道 是在讲 冷静去观察 自己就很清楚啊 这不必问人呢 明白这个道理 断我修善呢 你就晓得多重要 修善 什么是善 念佛是善 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 念佛可以往生净土 清净阿弥陀佛 善中之善 没有比这个更善的了 ね 真的